人世間每一天都會發生不同的動人故事 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會找到愛和正能量 今天我們也找到一個很動容的故事主人翁 來到我們鏡頭前跟我們分享他的人生經歷 我們身邊這位朋友就是Sam哥 熊哥 Hello 我是陳寶熊 Sam 你好 大家看到他的樣貌是否有些面善 因為在之前《中年好聲音2》 熊哥是其中一個參賽者 他的身份也很特別 他除了是電視劇《天地浩情》的主題曲作曲人 兼填詞人之外 他也是一位好爸爸好丈夫 但是他的身世也是比較坎坷 因為在大概四年前 他因為糖尿病上眼 所以他的右眼是完全失明的 而左眼視力是剩下三成左右的視力 在視力衰退之餘 他仍然永不放棄 仍然很想追夢 所以他是參加《中年好聲音2》 希望透過歌聲再唱出自己人生故事 沒錯 Sam哥 你現在眼睛的情況是怎樣 我現在看到你右眼都是充滿紅筋 和黃黃的 現在大概的病患是怎樣 眼睛的視力會不會是越來越衰退 還是現在會有好轉又找到曙光呢 在這裏我就要藉這個機會多謝TVB 因為節目出了街之後 我有一個其餘 我想大家大概兩個月前左右 九號風球那天下了球 在那天下午我就收到一個電話 電話是一位很出名的 林順潮醫生的女助手打給我 我想都不是那麼多人知道 我先在這裡交代一下 那位女士就跟我說 陳寶鴻 原來我的舊老闆 眼小姐 她的姐姐認識林順潮醫生 她就看到電視 才知道原來我糖尿病上眼的情況是這麼差 她很想幫我 於是就給我一個機會 介紹我去見林醫生 那位女士是她的助手 立即相約了我 但林醫生是著名的眼科名醫太斗 那便很貴 你的醫藥費隨時可能幾百萬 會不會怎樣負擔 顏小姐的姐姐 我叫大顏小姐 她很好 她說你不用擔心那個藥費 她幫我完全去應付這個藥費 很感恩 多謝 我要多謝兩位顏小姐 她們真的很擅心 很感恩 還有更加要多謝TVB 如果不是TVB這節目出了街 將我的故事介紹得這麼好 就沒有人知道我的情況 我覺得真是一個奇遇 是一個很感恩 我經過這兩個月的治療之後 其實我第一天去看林醫生 林醫生已經發覺原來我左眼 都開始有黃斑點病變 是會自慢的 即是機緣巧合 林醫生說幸好及時見到她 見得及 否則真的連左眼都賣賣 當時我僅餘的三成事歷 經過她當日立即和我打針 她將一些最新的 只有香港才有的藥 她說到在內地還沒有 她就和我打入我的眼球 當日我都很害怕 你說打入眼球 聽見都想暈倒 那天安排我打針 因為上午我見她 下午就說和我打 她說要立即急 而且林醫生的手勢非常好 她一路和我聊天的時候 她拍著我的肩膀 她和我說你值得看更多的東西 她和我一路一路說的時候 即是和她打氣 已經打了 我也不知道 打完之後 當然有麻醉藥 打完之後 然後日復一日地康復 我由三成的市歷 到今天為止 我看到差不多八九成 我看得到 所以我真是 你說多好 多謝 我一路走步路都精神了 我之前去TVB比賽的時間 我每一步路都是我太太 扶實著我去走 真是辛苦了她 我每一個出席的場合 都需要她在我身邊 現在我太太說可以賣禮 你可以自己自由自在去哪裏都行 不用黏住她 其實說真的 我太太真的很辛苦 她有時錄影得很晚 回到第二天還要上班 真是很難得 而且還有TVB的所有工作人員 她要特別關顧我 還要叫同學 有時出席記者會時 叫同學看實著 因為上台級都頗高 因為我只剩下三成的市歷 沒有距離感 很容易會叉錯腳 所以我一步一驚心 那時候我是很沒信心 現在也不是很大信心 但比起當時就好很多 右眼雖然是完全失明 但林醫生說有得救 是的 那天第一天 他找一些很精良的儀器 去幫我全眼睛檢查 他發覺我跟我說 陳先生你還有感光 你的眼睛有機會會好 跟我說 他說現在還安排了 跟我在未來 即是不久將來 去他的內地醫院做手術 他說做完手術之後 他還跟我說 你想不想看回事 我說當然想 他說他可以安排 我做到這個手術 我想我就會充滿希望可以看回事 真是多謝這麼多 上天派來很多天使來幫你 就是顏小社 林醫生 當然做了你太太 做了TVB 當然 真是多謝 你太太和你結婚 已經是二十多三十年了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邁向三十周年 五十周年 八十周年 太太和你的相處之間 在你的眼睛的視力出了問題的時候 是不是都曾經有些磨擦 例如有時候可能會 都不小心發了他的脾氣 或者你走開 不要理我 有沒有類似的情況發生過 當然有 我在最差的時候 我用電腦看東西 我直接慢摸摸 在這裡按不到那些按鈕 我直接發不出目標 我立即大大聲地說 我太太叫Fanny Fanny你快點來 你先不要搞好東西 其實我太太在忙著 在忙著煮飯給我吃 服侍我這個大爺 我算是甚麼 有時我發了脾氣 因為我的人看不到 我太吻 想甚麼都要立即 尤其是我參加了中升二 我要練歌 我唯有不可以經常出去練 唯有在家裡自己 利用家裡的螢幕電腦 看MV去練 有時連歌詞我看不到 我就說這句歌詞說甚麼 我太太說我沒有你那麼厲害 那些歌詞的字她未必會認識 有時還要國語 我太太國語又不是那麼好 我還有法文 你說是甚麼字 我這種態度 那今天有甚麼話想跟太太說 Fanny 對不起 我支持我這樣對你 你又整天扶實我四位虛 我希望我對眼睛更好的時候 我可以做回我做丈夫的責任 扶住你四位虛 到時你想去哪裡 你告訴我 我一定會陪你 多謝你 會不會想作一首情歌送給太太 有 之前已經作過了 我在中星二認識了一群同學 我寫了一首歌給其中一位同學 是Roy 徐澤昌 徐醫師 中醫師 剛才他的小朋友出生 由八日演 我寫了一首歌 他的首歌叫做 《只想找到對的人》 我對他的八演的歌詞 拼得很好 很漂亮 讓他小朋友說 他跟太太的生活上 如何遇到一個對的人 可以陪他一生一世 我其實都很貪心 把自己的心情寫下去 因為真的 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幸運 找到一個對的人 去陪他自己走他自己人生的路 包括他的親人 他的朋友 他的外人 我很幸福 我找到我對的人 我覺得Roy 也是 所以說誰也好 我寫到這首歌詞 當日八日演他唱出來 他又很興奮 我唱到全場都拍了手上 我都很開心 因為自己作品可以再寫 因為我已經二十多年沒有再寫歌 因為我已經二十多年沒有再寫歌 很多謝 很多謝現在的機遇 可以令到我這樣做到我想要做的事 當年你為什麼會有這麼好的機會 可以幫這個天地豪情 作曲兼填詞 我盡量簡短一點 其實在1987年 我已經參加了當時的一個叫做 ABU亞太區流行曲創作賽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創作 比起唱歌更加熱愛 當時我就有幸入圍 這個ABU亞太區流行曲創作賽 就是第一屆的叛軍 就是我們很熟悉的 第二屆就是倫永良的歌詞 第三屆就是《者就事愛》 是林楚琦小姐 第四屆那一屆就是Boo Jeans的《喜有此理》 我就是第四屆的入圍者 我當時的歌叫做《海底三萬里》 我自己唱過 懶有型的自己走上去唱 但其實又害羞 動作又奇怪 被人笑了很久 但你相信也好 聲音沒有問題 但被人笑了很久 當時的傳媒都說了很久 這個人很奇怪 不知為何會入圍 搞到我沒有信心 變成童年陰影 我講笑 一半一半 變成我有一輪都不敢參加公開歌唱比賽 但那首歌都很好 被唱片公司看中了 出版了我人生第一首歌 當時是杜德志先生去唱的 是出過唱片的 成績當然是普通的 隔了十年之後 我亦都參加了Cash流行曲創作賽 我亦都很幸運 入圍了三屆 到我第三次入圍那屆 是97年那屆 我還拿了貴軍 我首歌叫做暫時情人 可惜當時唱歌的陳其小姐 她唱片公司合約完了 變成沒有機會再出一首歌 都不要緊 但因為透過這些比賽 我認識了唱片公司的人員 我當時做了一大堆展示 當時的展示 就是用一些劇情帶 去設定 大家都記得 應該是很原始的 我每個劇情帶做了五、六首歌 我將那些五、六首歌 在我們重演的時候 我會見到一些歌手 我慢慢遞給他們 我逐個逐個遞給他們 我們說麻煩你們回去聽聽 是否你們用 或者你們唱片公司用 當時Eason也是其中一位 他當時也是新人 他都會幫我們Cash流行曲的人 去演唱的作品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自己唱 而且有他們幫他們 是專業歌手就更加好 我遞給其中一位歌手 那個歌手的唱片公司 就是麗音唱片公司 亦都是羅家良先生的唱片公司 沒多久他就回覆了我 他說陳先生 你有兩首歌 我們都看中的 我們找到一位歌手去唱 他很久沒有出過唱片 我說哪位 我認不認識 他說是羅家良先生 我就想羅家良是否唱秦子王 大地在我腳 是老郭尖先生的作品 是 因為他之後都沒有出過唱片 他說是呀 我們因為開一部電影 TVB 剛剛都需要大量歌 他又會出一張唱片 你這首歌 我們看中了是 出在他的唱片裏面 其中一首歌 當時我也不知道 原來是給劇集用的 那部電影是有六十多集的 第一次第三十集就是另一首歌 你那首歌就是由 三十一集到六十二集 其實我都 我完全不知道 因為播到二十五集左右 前一星期他才打電話給我 通知我 說恭喜你 我們決定找你這首歌 做第三十一集開始的主題曲 我當時一想 有這樣的嗎 因為電視劇 通常是第一集播到最後 即是上海灘 都是有 業麗儀上海灘 我想這首應該是第一 第一次是這樣的做法 電視劇可以斬件色 我當然是開心到爆 那一天首播的時候 會不會跟家人 或是叫親戚 我已經打了 但全都會跟朋友明白 那些反應 最初的人都想着 有沒有那麼厲害 誰知一播出去 又不同的 那些人一聽 聽到你一聽到你這首歌 Sam 你這首歌可以出來 真的 因為我之前給人聽過 不過那些音樂和你唱 有些不同 一定會是這樣 其實聽慣了之後 一定是蘿根森先生 歌曲好很多 人們很專業 我不管那麼多 我還記得他在出街之前 還叫我 錄的時候 還叫我改歌詞 改了很多 怎麼改呢 當時很原始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機會改 他說可以 給你改 這句怎麼改 例如最尾那句 本來是 零瀟灑遠去 最尾那句我這樣寫 後來他說可不可以這句寫漂亮一點 即不要瀟灑遠去 他說那時九十年代 九八年 當時很流行 我們抽頭走了 即是九七移民潮 我們抽頭走了 我就想 不如改抽身軟去 於是就變成最後一個 零抽身軟去 好像漂亮很多 而且比較現代一點 在當時來說 我就加了這句 當然還有很多句 不要講得太細節 總之那次打電話 就講一句 停一停 然後隔了幾分鐘後 我突然想到零瀟灑 那時候可能年輕 一想起不如 零瀟灑遠去 不不 零抽身軟去 接著說不如 愉快結局有多開 那句我忘記了之前是甚麼 總之我說不如 愉快結局有多去 砌得多好又有多有意思 於是這樣砌一砌一砌 砌到整首歌出去 那麼多年 你和羅家良有沒有見過面 很遺憾從來沒有見過 如果我有機會 我一定在這裏 在這裏 阿家良說一下 阿家良哥 多謝你唱紅了我首歌 多謝你你唱得很好 個個都說你 將這首歌發揮得淋漓盡致 這首歌有一句歌詞 是我最喜歡的 就是床上一邊懶一邊亂 全屬意料 床上一邊懶一邊 全屬意料 對不起我的歌引發 來女多多少少 心知奧妙 我覺得很有意境 阿家良當然下了很多心機 因為之前他唱 《大地在我腳》的時候 不是很豪邁 突然唱這首歌 全轉了款 我想他花了很多心機 去改變自己的唱腔 我也要向他學習 因為我參加了《中星2》 有人說我 Persilla 陳偉涵的評判 他們說你唱得不用逐個字 那麼大力 是用力的 你咬字 吳Sir那些說輕一點 我現在都在做這件事 我覺得自己要改進 很難得參加這個比賽 能夠得到這麼多專業的評判 去給我評語 我覺得很開心 而周國鋒評判 他給你評語 就是你唱歌唱得很真摯 很有感情 你剛才曾經說的 句歌詞就是冷和暖 你做了羅家良的電視劇主題曲 作曲填詞人之後 但好像一直在填詞界或作曲界 發展都好像是卡住卡住 然後就冷暖 拿可憂回頭才會抽 那你為何未能夠繼續在作曲填詞界大放異彩 過去的日子 其實這首《雪天雪地雪空虛》裡邊的碟 還有一首歌都是我作的 叫做《星空倒轉70年》 曲子是我的 詞是另一位小姐作的 這首歌《星空倒轉70年》 我先買一下廣告 奧嘉年早兩年都有再翻唱過 這首歌就成為我暫時最後一首出街的歌 自從這首歌出了之後 雖然成績是很好 但我當時不會去珍惜 因為我太過內向 很內斂 你現在見我好像有很多話說 但當時我很內斂 很害羞 整個人的性格 不會跟別人在社交 在唱片公司結業之後 好像隔了一年多兩年左右就結業了 我就變了沒有一個門路去 因為我不懂得去社交 不懂別人 變了我不是照以前那樣 寄的錄音帶 即是直接寄給別人 都沒有消息 自己開始灰心 不如自己想 不如現實一點 人都要吃飯的 不如走去轉行 我去了一間護膚品公司 的trading公司 做倉務員 閉上了 適合我的性格 我不喜歡見人 不喜歡見人 就藏起自己 在那裏一做就做了差不多二十年 在那個時候的人生都改變了 因為自己的舊居那裏又遷冊 父母很早又過了身 同時在那幾年之間發生很多事 亦是在那個時候結識了我太太 很快就 不知為何緣分的事 一到大家情投意合就結婚 沒多久就有小朋友 很快就一個新的階段 直至最近 在四年前因為糖尿病上眼了 變成了又不開心 人都閉在家都胡思亂想 那時都不知如何 突然間我見到 《中年好聲音》這個節目 我又其中一個參賽者 丁文俊 是我老友來的 我認識了很久 因為他之前有跟我唱過的 我認識了很久 但那時就不熟 直至我見到他入了一百強 我就膽粗粗地聯絡他 我就說恭喜你 你唱得很好 因為自己已經是困了死胡同 團火刀已經關了很多年 我見到他這樣 好像有個投射 我是個朋友 我不是想拿光環 我是覺得我朋友可以這樣 好像突然間有一串光照 告訴我 別人都可以了 為何你不可以走出這一步 所以我也要多謝Angus 他做了新教告訴我 一個人就算上了年紀 都可以追夢 所以TVB的節目一定要搞下去 因為真的很多我們這種上了年紀的 有心人 他們都想追夢 你們千萬不要停這個節目 很有意義 至於我 我覺得 我也有困擾過 究竟是否參加這個比賽 在這個時候 幸好我女兒推了我爸爸 她說 爸爸為何你不參加這個比賽 我說我這樣的樣子 那時候我比現在還差 因為我經常吃藥 吃到的樣子又腫又肥 肥腫難分 總之自己對自己 經常都在家裡不敢見人 因為當時我看不到東西 覺得自己很臭怪 真的 我的自卑感很重 我說我怎樣參加 我女兒再說 爸爸這個比賽當然是適合你的 這個叫做中年好聲音 你不就有一把好聲音 你不用計較 我突然叮一聲想 是呀 是我自己介意我自己 其實我不用理人 我自己追夢有沒有傷害到人 我有個目標 為何自己都不珍惜機會 我自己去膽粗粗 真的報名 我報名報了第一次 沒有回音 因為我有個契妹 她跟我一樣 參加中年好聲音 她第一輪海選叫了她 沒有叫我 我就想 我們錄那個試唱片段 我明明都唱得OK的 為何會沒有回音 因為我覺得我和我契妹的水平 都不會差很遠 都不相伯俗 大家都喜歡音樂 我就不服氣了 我再報過 後來TVB那邊 我簽約那天 他們要簽一份臨時合約 總之大家 總之 Anyway 別管 去到製作 其中一位工作人員跟我說 幸好你再報 原來你第一次我報的時候 電話寫錯了 她想找我很久 所以有時 烏魯 我覺得有時明明注定 如果我不報第二次 就沒有了這個機會 而且我覺得很開心 原來真的有人肯定 我唱歌也不是那麼差 但我打算給我這個機會改選 那時報名的時候 有沒有跟太太談過 為什麼要這樣問呢 因為第一屆的伴奏是周吉沛 周吉沛其實也是唱歌夢 都放下了很多年 她跟太太相談的時候 她太太是罵她的 就是說 不用開飯 我們做了一些子女要養 其實是反對的 但是周吉沛堅持自己的夢 現在歌唱事業成就 大家都有沒有共睹 當初你選擇報名 《中年號聲音2》的時候 太太跟你談得怎麼樣 一說就贊成 她這樣跟我說 你喜歡你當然要去 跟我女兒一樣 你有把聲音 你能唱到的 而且你喜歡寫歌的 你可以透過這個途徑 去介紹給別人聽 你是喜歡寫歌的 你一定要去試 她很積極 我跟她說 她很麻煩 因為經常要來電視台 我又這樣 你是我的知盲功竹 很辛苦 你還要上班 我太太說 不要緊 她真的很好 說起我一點點難受 她真的毫無怨言幫我 所以我真的找到她的對筆人 你經常作曲 可能要花一點錢 去混音 編曲 成本也比較貴 是否女兒也會對你有些資助 是否她試過把那些錢 錢裡面的錢全部拿出來給你幫忙 我想圓夢 我寫了 應該是海選之前製作了一首歌 就是我當年參加這個 Cash流行曲拿貴君的首歌 叫做暫時情人 我重新寫過一些歌詞 找人編個曲 最初找派台公司 即是發行公司 肯幫我發學 肯幫我派台 但她也要收回一些錢 在人家做生意 最初她也肯 已經收了一塊錢 我不要說多少錢 但是後來她說 你的編曲不及水準 事實上是 我相信 因為如果要派台 在電台播放 人家也有一個要求 她說不如我介紹 她的法行公司 介紹一個比較專業的編曲 給你 那要多少錢 她說最便宜都要 可否透露 是否五千 五千元 她說最便宜都要五千元 已經是最便宜的 她說我便宜都要派台 我放棄了 我便宜就這樣單曲發行 就算了 數碼發行就算了 我就想這樣跟她說 我便宜都要派台 我講完她電話之後 我女兒在旁邊 她說 爸爸你為何不派台 她說 我哪有錢 誰知她說 我有 她說 她把她 她把她儲了五千元 她說 給我 幫我 幫我圓夢 她說 爸爸我幫你圓夢 你一定要 你走到這一步 為何你不走到那一步 那 她只是幫我 因為她是學生 她還未畢業 那 我每說一次 我都 對不起 各位 因為 當時的情況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因為平時我女兒都覺得我很煩 因為我年紀大了 都經常說 不要這樣 她說 可以的 你再說一次就行 我覺得她 需要不需要那麼不尊重 畢竟是你爸爸 但是 我覺得 她今次 一說到這些 她真的義務反顧 很支持我 多謝她 雖然這首歌是拍了台 反應都一般 可能DDJ都未聽真點的首歌 因為你知道 拍台都不止我一個 我是其中一個小角落 但是我覺得 經過這次經驗 我無論如何都好 我都是 完了我的人生 其中一個夢 我希望 透過之後 大家會給我機會 我是陳寶紅 我真是很有心寫歌 如果你們需要歌 你們給我機會 我投稿給你們 我的同學仔 你們看到 你們需要歌 你們找我 我會寫給你們 我會很有心思 平時在我們公司賣廣告要收錢 因為你的富士這麼感人 這次免費 謝謝 謝謝 你參加中年好聲這麼容易的期間 電視台都送了一個驚喜給你 突然間請出你一個 好像沒有見幾十年的堂兄七哥 來給你再重逢 最近做了盼包 你一說這件事就想哭 當日在比賽第一個回合的時候 在我完全不知道的情況下 突然間殺出驚喜 阿遠遠說 我都有一件事要送給你 我說送什麼給我 我心想 當時我一直在想 我認識Angus 難道他安排Angus來探望我班 給這個驚喜 我一直以為是這樣 誰知道突然間 哇 真的是一個大驚喜 他突然間拿了一封信出來 讀給我聽 因為我當時還未看到 他要讀給我 他說 大概內容就是 阿熊狠久不見了 類似是這樣的 我們找了你很久 因為我的唐二姐姐 在海選的時候 見到我參選的片段 就認得是我 初初都不敢肯定 後來他們想 阿熊一向小時候都很喜歡唱歌 因為我小時候 小朋友已經很有表演力 他說一定是我 於是他們想不知透過甚麼方法找我 原來他們在後台跟我說 他找了我十幾年 阿昆哥 對 我七哥哥 找了我很久 他說想找紅十字會找我 親親 因為他比較老一脫的人 又不是那麼厲害的科技 真的不懂得透過網來找我 於是他就說 不知道怎樣 他最初想著登報紙 就是想找你們的星保特報登報紙 他有一個名次的選擇 就是找我星保特報紙 對 但是後來 是他參賽 剛好在那時候 他就想怎樣找電視台的人聯絡 輾轉之間 就是神安排 雖然我是無神論 但是他真是很特別 他是其中認識一個FANINE之中 認識一個人在TVB工作 還是中星二的工作人員 哇 這個緣分 你說多巧 於是這樣 拉著拉著 把這條線拿出來 找到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他突然間殺出來 我也要跟我的哥哥說 對不起 你們找了我這麼久 你們這麼有心 很想念我 很愛惜我 但是我當你們是甚麼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你們 所以我面對面 我又不好意思說 但是我現在透過鏡頭 去跟你們說 真是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我以後會很珍惜我們的關係 會多些跟你們喝茶 聊聊天 早幾天 我不是說 我再打 我還沒說 我早兩天去打針 打完右眼 都是我哥哥陪我去打針 反應都可以 右眼我開始感光再強一點 當然醫生說要再去做手術 怎樣都要 因為我原來還有一些白內障 他要切成白內障 順便 因為原來這些針 他說不是打一次就行 要不停地 不定時地加強弱效 這樣做法 你剛才不是說過 有一首歌 最近一首歌是 《星空倒轉70年》 是嗎 主唱就是 最近主唱就是 奧嘉年 他翻唱 你跟奧嘉年有沒有見過那面 都沒有 跟羅嘉年都沒有見過那面 但我跟他的監製有聯繫 他的監製很好 他有一天 他直接發訊息給我 那個上電視 海選那位是否你 那時還未入圍 那時只看到海選 我說 是呀是呀 因為我還未見過面 他居然知道是我 他認為你的聲音 因為有時候的針摸是我唱的 他認為你的聲音 你這個人這麼熱血 當然是你 因為我也是很積極的 因為我一不就不做 一不就要做 我要達到我的目的為止 不是不擇手段 一定要達到我的目的為止 講起我要說回一件事 我突然想起一聲 那天我參加Roy的八日宴 他在外面做了一個攤位 小朋友攤位 扔彩虹那些 那些 我記得我女兒在一歲幾的時候 參加了一個家連華 我跟她去戶外家連華那裡 她都有很多攤位 有一個類似 離遠有個很小的花瓶仔 那些很高身的 好像這個那樣高的 當然很窄 她的口 離開的遠 就好像我們現在 對上Kamberlin 再遠一點 有三個 給你三個 即是給了代幣 我忘記了 總之你扔三個 扔不到就沒有了 現在也是這樣玩 我當時心想 因為扔中了 就會有那些很大隻的狗仔 比我女兒還大 我女兒當時很矮小 我心想 我眼界不行 我從來沒有玩過這些 我在想 不行 我為了我女兒 我一定要扔的 於是 我第一次扔 恭喜他 恭喜他 那隻狗 那隻狗 到現在還在家裡 很大隻 所以我今天也要有個驚喜 給你 不止車遠送驚喜 我都要有驚喜 給你 我就覺得 不行 我都要約到那個人給你 我現在請一個神秘嘉賓 出來 我們現在請一個神秘嘉賓 進來 看看 OK 不要緊 入到有工作人員幫你 我們請一個神秘嘉賓 是 就是奧嘉年了 我有看你的比賽 請坐 請坐 很有緣的 進來 Billy師兄跟我說 你的聲音倒轉70點 錯錯錯 請坐 這首歌我很喜歡 多謝 然後我看到你參加歌唱比賽 Billy師兄說 寫歌的作曲和作詞的聲音歌 今天會上來訪問 我現在看到你了 我看得清楚了 我之前還未看得清楚 不要緊 好有緣 我先轉咪 這個咪是嘉賓 好 我先轉咪 對 好有緣 為甚麼 我覺得很好 首先 我有看你的比賽 和你說的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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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要抱抱你 好有趣 這個緣分 就是Billy師兄 一直跟我說 你有沒有時間 可以過來 做個神秘嘉賓 讓你開心一下 為甚麼呢 我知道你喜歡音樂 我也喜歡音樂 我有看過你的比賽 中年號聲音 和你說你的經歷 和遇到你的唐阿哥 我覺得很特別 一個比賽 除了可以繼續完成你的夢想之外 和你可以找到一些 很多年沒見的人 這個因緣很好 所以我覺得 好啊 我很想你一起去聊天 我覺得 我的人生經歷 這幾個月 很特別 我覺得好像寫劇本也寫不到 是的 包括今天看到你 是的 因為Billy師兄說 Same有提過我的 是嗎 是的 這首歌是他寫的 好啊 好啊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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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去支持一下 謝謝你 我希望將來有機會再寫歌給你 好啊 好聽 還有你寫給羅家良前輩的歌曲 那些歌 除了一些詞之外 哇 這些詞那麼深的 哈哈哈哈 你自己唱歌也很深的 我現在會改進一點 我會寫得簡淺一點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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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啊 我覺得 多了人認識你之外 現在很多地方 都很多 譬如是中年好聲音的歌手 很多地方都被他們去 大展所場 是的 大展所場 我覺得是好事來的 好事來的 因為坊間很多朋友 不是做幕前的 一些其他工作的朋友 他們都很喜歡唱歌 只不過可能有時候是機緣的問題 沒有辦法讓他們去一展所場 所以其實有這類型的節目 我覺得是很好 是的 是 是 其實他們的人生的路 都一度是覺得自己是一個廢人 覺得好像我對老婆又好像養不起 又對女兒又好像未必能夠付出 是 是 我覺得這方面 會的 我明白 有時候好像我們這樣 我們 病 或者是有時候之前 COVID 你要睡在房間裡 你有一種感覺就是 好像累到別人 家人又擔心 他們又要照顧你 他們可能又要工作 那樣東西 你自己會覺得自己不開心 一定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想這是正常的 無助 是的 一個很無助 會內疚 但是其實 每個人都會生病 每個人都會生病 其實互相幫助 特別是家人 我覺得是 沒有這樣想 家人 反過來 我家人生病的時候 我都盡力幫忙 我也不希望家人會有這樣 或者朋友 也不希望他們會有一個想法 我內疚是不應該的 不需要這樣 譬如Sam哥就是幕後 作曲填詞 你就是幕前 始終在演藝路 也有時候很講濟語 還有很漫長的階段 就是說 什麼時候才到我紅 什麼時候到我的角色紅 到我首歌紅 譬如你有什麼經歷 可以分享到給Sam哥 讓他這條火不要認識 他曾經認識過20年 最近傳教中庭號升任 才會再重新 其實你問我 我經常都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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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樣說 我自己沒有什麼 我不會做其他工作 有時候我會拍戲 主持和唱歌 舞台劇 很專業 這件事可能是我自己 首先我喜歡的事 我很幸運地做到自己 喜歡的工作 而叫做胡刀口 你說偶爾 我想做哪一行的人 他們都會 那團火會認識 近來我認識了一個朋友 他是做一個很出色的會計師 當他做了很久之後 突然之間遇到一些很麻煩的個案 他那團火會認識 是很專業的 他認識 他突然之間 我說 放心 我會再穿回家 為甚麼呢 機緣巧合 有些事 沒有放棄便可以 我經常都是這樣 到差不多了 想想 如果轉學做甚麼 幾十歲 想想 已經有新事 那你那個火又這樣 上上下下下下 你說 紅與不紅 那樣問題 我們控制不到 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 盡量做好我們自己的專業 唯有是這樣做好我們的專業 這樣我覺得 自己不會為陷 說得很好 不是我自己發自內心的一些事情 你說中了我心裡不想想的事情 你自己怎樣看法 比如說在你參加中年好聲音之前 你自己有沒有很想去歌唱比賽 或者找一些方法 比如說Busking 或者在網上開個Live去唱歌 現在很流行的 我之前有一段時間 十幾年前 我覺得我自己唱歌很棒 我自己覺得 但是後來沒有辦法 因為養妻活兒 為了新計 只是偶爾在公司那些Anna Dina唱 偶爾唱歌 紅歌你唱得好聽 當時已經得到很大的滿足感 沒有想那麼多事情 偶爾想寫歌好不好 但寫下又停下 沒有那麼落足的心機去做 直到幾年前 我都說了眼睛出事之後 自己唯有寄情於寫作 於是這幾年才開始重新投入去寫歌 或者做一些音樂 但是很現實的說句 現在做一首歌 你找人 因為我自己又不懂編曲 我找人編曲 都要錢 就算是砸心口 叫做朋友收得便宜 都要定錢 我又不想在家裡負擔 變成很矛盾 唯有把東西放在櫃通 最近真的很好 在這裡 我還要多謝一群忠聲二的同學 我最近開始寫歌 寫了其中一首寫了給我們忠聲二的同學 我們一起合唱 叫做八人鋼琴 八的意思就是一八的八 代表我們一八強 一八強裡面的人的心聲 追夢 當然不可以找一八個唱 但我找了十幾個同學 大家志同道合 喜歡音樂 他們無條件地幫我 甚至有幾位同學 我特別要多謝Ben Sir 宋子豪先生 都是我們同學 他很無私地幫我 他本身也做了很多事情 他抽了很多時間來幫我製作歌曲 幫我編曲 不僅僅幫我錄音 我們一群同學還指導我們怎樣去唱 怎樣去製成這首歌 這首歌已經錄好了 還不僅僅 我不是說我寫了一些新歌 我答應了那些同學 我們十三個人去唱這首歌 我答應他們 我們每人作一首歌給他們 你們這樣幫我 我都要幫你們 我當作一個禮物送給他們 我寫好了給他們 寫完給他們 十三個 在這段過多月的時間 我覺得自己 我不是說自己炫耀自己很厲害 我覺得如果不是他們出現 我不會把那個引擎去寫歌曲 我送給他們 我們宋子豪 Ben Sir 他說 只要是我寫的歌 他都會 一定會幫我編曲出來 給他們 還有給同學去錄音 就是完成整個製作 我多感動 還有Buz 另外一位 最初幫我的同學 西醫 叫做黃慧康 中文名 他好得 我最初 在記者會 那時候 我看路都看得不清楚 是他跟另外一位同學 李振鵬 有入到三十強 他扶著我 一個左一個右 一個右 左又緩緊 扶著我上台 因為那時候記者會 那個台 那個樓梯級挺高的 對於我來說 因為我沒有了他 全靠他們 所以人間有情 我覺得 要多謝這幾位 特別要多謝他 還有要多謝另外一位同學 KK媽 林潔琪小姐 他很好 他叫我做弟弟 叫我做熊仔 我幾十歲的人 都很少人叫我熊仔 其實他今年五至五十九 明年六十大壽 我很開心 他真的對我很好 今次透過這個訪問 都是全靠他幫我 也多謝王先生 也多謝你 你寫一首歌給我 你快點交貨 我一定會 我希望我們可以有個聯絡方法 好 好 你自己接下來對於音樂方面 我很大希望 因為 我希望我能夠 可以不斷推出一些我新的作品 因為 你想想天地豪情 隔了現在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我剛剛入行 你那首歌 其實 《星空倒處七十年》 都是同一首歌 二十五年前 是我最後一首寫的歌 即是出街的歌 我希望現在再重新寫 我有不同的寫法 因為人會進步 真的不同了 寫的東西會貼地 我希望寫到你們每個人追夢的心情 或者你們每個人的經歷 他們的故事 我都對於你的故事很有興趣 好 其實這首歌曲 當時《環星唱片》張先生 他跟我說 你選一首歌曲 做甚麼 我們有一個項目 是需要去做的 所以他叫我選一首歌曲 我一聽 他給了很多首歌 我一聽 我聽這首歌 那首歌 那首歌很好聽 你真是懂事 那首歌 其實我未認識你 謝謝 因為我覺得好聽 家良歌唱得很好 那他的浪漫是很簡單 詞 很直接很簡單 我 張先生 我想唱這首歌 他說 好啊 為什麼你會選這首歌 我不知道 我第一種感覺 我一聽 我很喜歡這首歌 就唱這首歌 謝謝你翻血這首歌 是啊 不要說翻血 沒有 很多人都給你的反應是好的 你這首歌 唱得好 其實這首歌曲 我一唱的時間 很多人可能未聽過 他們一輩子 他們問我 這首歌挺好聽 是不是近版你新作的 我不是 是嗎 是嗎 很好聽 一個緣分 這首歌曲 再給大家聽 因為家良那首歌曲 有很多歌都好聽 因為他對天地浩城的劇 有很多手插曲 主題曲 主題曲都兩首 是的 變成那個集中力 就未必在其他歌裡面 是 《星空倒轉70年》 都是其中一首好歌 大家如果今天有看這個節目 就聽一下 不要等再上youtube聽了 不如看看嘉年今天可不可以清唱 好啊 我心長不力見 怎麼唱 那Melody是怎樣的 Melody 不不 你是不是要開個youtube 還是怎樣的 你給他歌詞去看 因為歌詞不是我寫的 等等 是 剛才給了MMO MMO給了 在你的Whatsapp 在我的Whatsapp 是的 一播就可以了 等等 這個 可以嗎 記得嗎 記得嗎 這樣唱給你一次 多次給你一次 應該記得的 記得 你記得嗎 不是我寫的 OK OK 唱片在轉 燈子尚戀 場外圈話之聲 寫不見 這雙電 托托情還不見 就連地線木門也比當天 發色沒變 化妝沒變 連著小衣彷彿都熟練 若乾臉 我要容顏改變 但只見你想中繼續留戀 那美太珍得赐亚几宅言 离开自当落范世上走一转 却故意涉下神态就像一个留恋 让众生依恋 很想将星空倒转再倒转 让我在那天找你过七十年 让我遇上了真与实擦肩 抬头风吐一剑 这段记得再乱 很想将星空倒转再倒转 逐格时间中搜索照相当天 让我遇上了真与实声音 抬头望我的那刻拍低廉 很久没有唱过 这是一个突破 第一次这样唱 好笑 这个版本是专业的 专业的专业 很开心的 有时到外面表演的时间 我都会拿一首歌出来唱 为什么呢 开心 旋律特别是要给别人一种开心 为什么呢 开心 我觉得 比较少有这些歌中 很难 而且你要找到一种喜悦 在我们的内心 其实我自己觉得是难的 所以一定要去享受 当下你一开心那一刻 在捉住他 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 最近这两三个月 很多年轻的朋友都选择了一个自尋短见的路 没错 他们可能是很不开心的 可能是失戀 考试压力 或者家庭 有时可能是单身家庭 爸爸妈妈离婚 或者父母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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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承受不了的时候 又不知怎样算 或者找不到人来谈判的时候 一时就觉得 不如 这些 对了 选择这些事情 嘉年 你觉得有什么出路呢 可以给他 其实我一看到 我的心是 十三岁 我很小 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察 可能未去到那么深入 但是他们所受到的一些情况 可能已经超乎了他们的一些 可以承受的事情 特别是心灵上 还有可能我们香港比较急促 很多时候 特别是读书 他们很辛苦 我很明白的 所以 我看到这些情况 我心是很心痛 特别是在可能父母要工作 那些学生们 他们又要读书 很多功课 回到家又累 可能又遇上一些 可能情绪上的问题 他们可能一时离不开 他们又不知寻求什么方法 所以其实现在坊间很多的 甚至是那些心理辅导中心 他们是 是免费的 你们可以打电话去 24小时 他们都可以有人跟你谈谈 因为谈谈很重要 有时我自己的心 都会突然之间 很低落的情绪 我们慢慢的人长大了 认识了一些心理医生 心理学家的朋友 他们会说 其实我们可以如何舒缓 我们当刻的一些心理上的冲击 所以如果找到一个人 谈谈 无论 帮完不帮到也好 起码将你内心的屈结 舒缓出来 第一时间先舒缓了 我自己的方法是 他不开心 我听 我自己不敢给意见 听了就明白 我也会鼓励一些朋友 去找一些专业人士 如果你自己有宗教的信仰 也可以找一些你本身有信任的前辈 去跟我们聊天 慢慢地培养一种 将那种心态暂时 舒缓出来 不要一直转牛角尖 转牛角尖是很惨的 最有同感的 可以分享一下吗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最好的舒缓方法就是音乐 我懂得创作 我会尽量将我最不开心的时候 寄成于我想新的创作的时候 将压力转移到那里 我自己就是这样 我虽然之前是经过一个低潮 但当时我会经常和自己说 低潮一定会过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轻生 我又没有想到那个地步 因为我一想到最差的时候 我便会想到 起码我有个很好的太太 她真的对我很好 我遇到的人和事 尤其是中升二之后 这几个月真的太多 太多成绩在我身边出现 突然一样接一样 我估计也没想到 会有个医生找我帮我医病 是 是 林医生 见回我个很久没有见的唐哥哥 有机会可以制作到我重新的作品 认识到一班很好的朋友 他们无条件帮我 而且说真的 唱歌的功力我真的不够 因为太久没有唱歌 有很多不同的人帮我 包括你 他们等于我突然多了十大武器 不是十大 是一百个武器 在我手里出现了 他们都会有不同的质地的声音 每个人的声音都不同 我是因为你们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特别的特质 可以激发到我的灵感 你放心 我会很快医治你的声音去创作 我真的会做的 我真的会做的 因为我以前是做不到的 我最近突然突然拍招了 所以很有趣 可能你是另一个高峰 希望 在艺术方面 我自己觉得 除了你要我们自己的技术 功底之外 人生的练力 是令到你 等于我们驾车 你在学习的时候 你会开车 师傅人 打灯 才会转弦 是激发 当你已经有一套技术 在这里的时候 你不会打灯 你是安全的 看完就会剪弦 再慢慢慢慢 调整到人生经历的时间 你就会开得更加安全 另一种声华 就是艺术一弱 你有一个很好的跟机的时间 令到你可以发挥不同的东西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包括演技好 唱歌好 艺术各方面 画画也是 刚才阿生分享了一件事 当人不开心的时间 听音乐 我自己会有一个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当我不开心的时间 我开始戒了不听不开心的音乐 就是失截成歌 不需要 因为你会转进去 或者你遇到一些错识 你再听一些的时间 你会再说 是的 他说中了 哎呀 我会惨 其实不是 我反过来 我稍微听一些 开心一些 振奋一些 开心一些 其实我觉得情绪是会过的 他在这里 但是他慢慢 他离开了 他也会回来 你想想他不会走 他回来不走 回来走 他回来的时间 你又回来了 不如我们听一首更漂亮的歌 《星空倒转70年》 这么开心 你听一听一听 咦 是的 他走了 我自己的做法 我会这样 我一不开心 再听 分手 我喜欢在于天 哇 糟了 我的感觉是这样 所以我们人生 其实是充满希望的 我们随时随地 都会收到很多上天 天使 譬如这几个月 你遇到很多天使 很神迹 这些神迹 所以我们其实 只要充满希望 明天会更好 对吧 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了一个希望 跟咸鱼一样 我自己觉得 你没有了 我生活 我继续生存生活 每天坐在这儿吃饭 去完厕所 洗澡睡觉 吃饭去完厕所 我很兴衡 我还是喜欢演艺 写剧本 故事 我唯一是喜欢这些 你有写剧本吗 有的 有的 你好像是做导演 我以前是讀电影的 不知道为什么 走去幕前 我也是 你生了这么英俊 我也是不知道 我以前是做 我以前是讀电影的时候 导演 导演 老师说 你来帮我拍一套电影 好啊 做什么 做演员 我做演员 我完全不懂 但是慢慢接触 挺有趣 小时候哪有这样的 我觉得你演戏很有层次 我不是因为今天认识你 我也有留意 譬如你当时做《二海浩情》 我记得拍骨仔 不过我觉得他再之前那一套 我跟过《二海浩情》 那一套更出色 那一套 那一套是两个不同的角色 是不同的 所以其实挺大的挑战 是否后来那套更难 其实两个都难 不难就是你经常骂人 必闻 经常骂人很辛苦 回家要喝凉茶 很热气 你入阴入阁 令到我当时 那时我老婆一起看 看见你衰是活该 但人喜欢看 看她怎样衰 真的成功 也要很靠幕后的整体 不只是我做 而是剧本导演 所有包括音乐方面都要配合到 最近有什么生存 最近明年会有一套电影 我需要飞去外地拍 除了做主持 现在开电视的健康关注组 未来就多些 除了主持 就是要飞去拍电影 那要时间长一点 那也是继续努力 可否透露多次你的角色 这个角色就真的要打 所以最近又操练得很厉害 我经常有很多角色都要打到伤 接下来又要打 所以最近不停地要操练 我们就是这样 除了你喜欢唱歌 我经常要练歌 我想跟你说 我练歌是怎样的 朋友问 你是不是经常有练歌 我说是 什么时候要洗澡 洗澡是最好练歌 放松 因为在外面吵轩花斃 洗澡 然后关上火门 又有回音 我就像刚才那样播的手机 播音乐 播出小学友 跟着小学友一起唱 开一下声 不停地练习 其实我也要请教你 因为我二十多年没有唱过歌 变成我参加比赛的时间 那些回响就告诉我 你唱歌真诚就是真诚 但那些腔又比较旧 而且太硬 他们的评判也是这样说 我回听了很多次 我都觉得是 事实上是 所以这些评判说话 是很忠肯 帮到我 但如何去改进 就是想请教你 其实我小时候是唱唱歌 我记得有一次 跟一班 我那时住藍田公屋 跟一班 那时我们一班年轻人 坐在后楼梯 突然间有个人问我 嘉年 你听不听到 我听不听到什么 我常常在厕所 有个人在唱 唱时代曲 我没有听到 他唱得好 没有听 他就说 不是唱得好 没有听 是唱歌 不是很适合这些时代曲 然后我说 慢慢 自己用一些录音带 不停地重新 现在是方便 不停地练习 然后请教一些老师 或者一些唱歌的朋友 都是慢慢去听 如何转 到现在都在沉默 不是沉默 如何可以更好 你刚才就这样唱 我觉得也很好听 第一次 不记得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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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唱歌 好像你这样 我听过你的心 是很重要 又是那件事 我们的根基 要常常练习 常常练习 常常练习 唱腔 肌肉 其实我认为唱歌 是肌肉的训练 所以当你常常练习 你会习惯了 是这样用的 那开始就 去感情那种东西 即我不是很能力 但我有时候看了 那些老师来比赛 他們感覺是有得著的 那幾位導師 也令我聽到老師鑽研 我希望會繼續進步 因為我除了寫歌之外 唱歌也挺有興趣 要練習一下 要向你們學習一下 向老師學習 一起研究一下 我們很感謝Sam哥今天做主持訪問 我看見他太開心了 所以有很多事情想和人聊 搞笑 嘉年最後有什麼座右銘 或者人生錦囊送給Sam哥 沒有 他現在正在走 繼續發展你的夢 繼續你的夢想那條路正在走 所以那一團火 不好色 無論只有一個火種 他可以再更加發大 等個機會 未完成的 還有很多 因為我在等你的歌 多謝Vinny師兄 多謝各位收看 好